哈囉!大家好,我是迷你專家小鈺老師 非常開心大家要回到老師的頻道啦 端午連假之後,大家有沒有出去玩的開心啊 小心塞車 老師自己都沒有出去玩 因為我覺得塞車好可怕 所以我都端午連假前就先跑出去玩了 好啦,今天回歸正題一下 我們今天要來講講什麼東西呢? 來講這個東西 這段階是什麼呢? 這段階就是零百 零百 那為什麼會有零百這東西呢? 各位親愛的朋友先了解 零百跟靈洞是不一樣的喔 它的原理是不一樣 零百呢,其實在西方世界就有點像是 我們道教的丟杯、問事情 或是說有個東西叫做巡龍棒 它會轉有沒有 以前古代人會拿它去找水源的巡龍棒 它其實是很類似的東西 它這東西其實它的本源啊 很多人就會拿它來問事或做什麼東西 但是你知道它的原理其實是源自於你自己嗎? 人類其實就是一個小宇宙 很多宇宙的訊息跟東西 其實是由你的意念去散發出來的 那因為老師看見坊間很多人在玩零百 講真的有一點在亂搞 那老師今天就拍一集 希望能夠導正這個奇怪的風氣 好不好,但是就盡量去說啦 因為有很多注意事項 來,那老師先來教大家怎麼去使用零百 使用零百第一件事情 老師會希望大家在桌子上做好去晃動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你手放這樣子啊 很多人這樣子在擺有沒有 我只講一句話 但是你手痠了 所以你手就會晃動 雖然說也有可能我們坐著也有可能晃動 但是可以把機率大幅下降 OK,做好了之後對不對 放著它 放著它之後你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事情呢? 先叫它順時鐘去轉 順時鐘去轉有沒有 叫它順時鐘轉 其實零百可以發動你的意念 所以你要它順時鐘呢 就順時鐘 來,這時候停止 逆時鐘轉 這時候你就想著說零百來了 零百來你逆時鐘轉吧 逆時鐘轉吧 有沒有看到? 它就逆時鐘轉了 有沒有看到? 那其實零百呢 是可以把你的意志跟腦波去上發出去的 所以很多人可能會用零百來問佛牌或問東西 那有些朋友告訴我說 老師我怎麼拿了對不對 他就是一直逆時鐘轉 老師告訴你 有時候零百可以測到你身上的能量 有時候你太過負能量 有一個逆時鐘 那順時鐘就是Yes 逆時鐘就是No 除非你有做其他設定 好,OK 那大家還要注意什麼東西呢? 接下來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重點 就是第一點 做零百前 老師會希望你們做個簡單的進化 不管你用九字真言的萬字印 或四中五痕 或任何一個東西 避免有臨界的朋友來干擾你的訊息 第二點 你所有在用的時候 你的心要做什麼你知道嗎? 要放空 我們俗稱的禪定的放空 為什麼呢?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問一件事情 我想要問這個人喜不喜歡我 為什麼盡量不要問自己的事情 因為我你就會有雜念 那老師教大家一下 比如說問其他事情 你不能心中先有好跟壞的選項 如果有的話 零百會被你心中的好過萬 比如說我好喜歡這女生 這女生是不是也喜歡我 然後他就一直順轉、順轉、順轉 因為你可能你自己覺得對方也喜歡 你就會去破壞這個訊息 所以你問事情 發問的時候要做什麼呢? 放空 只問一件事情 包括跟宇宙問事情 我想知道這件事情行不行 例如說我明天出去玩好不好啊 於是這時候 零百就會出現了順時鐘或逆時鐘給你 順時鐘就可以 逆時鐘就不行 一定要切記把自我意識拿開 因為你有自我意識對不對 它就會影響你的準度 第二點你去玩零百的話 不要去問一些太奇怪的東西 有點像這是什麼筆先疊先系列 你不要去問 譬如說有人問佛牌啊 你怎麼死的啊 問鷹牌啊 鬼影想幹嘛 有沒有遺願要完成 你問這麼多人幫人家完成 那不是製造麻煩嗎 所以一定要切記這點 千萬不要去問一些太奇怪的問題 好不好 然後問的時候要記得把自我意識放掉 第三點 老師強烈建議問零百 不要問太大的事情 什麼叫做太大的事情 因為它只是一個參考的數據 千萬不要 譬如說你要不要嫁給這個男人或女人 你還問零百說我可以嫁給他嗎 什麼等等之類的 或是我明天要投資一千萬 而這一千萬到底行不行 他都可以給你參考 但是絕對不要把他問大事情 不然後果自負 因為當你問越大事情的時候 因果業力的法則越強大 你的冤親債主就越有可能來騷擾你 懂我的意思嗎 他就很有可能讓你進入錯誤的決定 除非你是一個長期有修行的人 或許可以躲過這一邊 但是老師還是不建議問自己的事情 因為很容易會有因果業力 那當然有些朋友告訴我說 那我只是想問問看 譬如說我家的 譬如說可能養骨漫桶啊 喜不喜歡喝養樂多啊 或者是說 呃我喜不喜歡這個 我家的什麼東西 喜不喜歡點這個香的口味啊等等 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都可以做參考 或者是說 呃有些人當然會拿零百在家裡找東西啊 死馬當紅馬也都可以 那記得重要的事情不要問零百 避免怎麼樣呢 第一個被鬼迷 第二個被自己強迫的催眠的自己 所以意志力薄弱的朋友也不要玩零百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會問一些問題說 我明天會不會就死掉了 然後轉圈圈轉圈圈 然後就覺得我明天要死掉了之類的 會強烈的催眠自己 所以如果有親愛的朋友 這個意志力不夠堅強的人 請也不要玩零百 那老師為什麼現在要教大家玩零百 其實也不是腳 是看坊間太多人在亂弄一通 所以今天拍一集 希望你對零百有更加有一些想法 那也希望大家對零百有基本的知識 不要過度的迷信 但是確確實實它是古代人 用來詢問事情的一個偵測工具 就像我說像熏龍棒一樣 確確實實啦 我有時候家裡面東西找不到啊 也會畫一個平面圖 然後在上面問說 我的東西放在哪裡啊 有時候還真的找得到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反正這種東西就是無傷大雅嘛 好不好 那一樣如果喜歡零百這一集的朋友 一樣幫老師訂閱按讚 以及分享喔 最後切記一件事情 不要拿零百問太奇怪的問題 不然後果之負喔 好不好 掰掰